字幕提供 現在有在另外一邊 現在有 兄外人 要應付雅婷 要應付小平 我的這個時間有點忙不過來 但妳為什麼不跟我承認 是妳撞到我媽的咧 我沒辦法我是要幫妳 但是那個時候我能承認嗎 每一次要欺負別人 都沒有成功過 妳親了我好幾次 都是妳親我 妳主動的 歡迎大家來罵我 來我板上罵我 我代表柯小瑟在這裡 向全國全球的護理同仁們 表示最高的歉意 紅歌相機我們先看一下 來自衛眼睛一起來 紅歌唱歌 你趁著熱情 別提起來 別提起來 別塗到我都給你們了 好 這個微笑 Super Idol的笑容 都沒你的天 這個設計師一看到的話 覺得是清點人物 沒有問題 很好 你看那個45度角 Perfect 黃金比例就是這樣淡真的 對 很棒 妳看妳這個身材一拉 哇 我的天啊 我必須說他真的很認真 有一天我們要收工 我就看到一個人透過那個玻璃 他就前面沒有人 他就這樣子 我想說這個人在跳舞還是幹嘛 我想說他在練習 妳把他拍起來了 我拍起來了 我還沒發而已 今天我有問過他同意 我能發嗎 他說可以 因為他很多 少強動作非常多 他都會設計很多動作 所以我想他是在唯那個動作 但是我覺得以外人 如果不知道他是演戲的話 會覺得這個人有兵 他瘋了 會覺得他瘋了 我代表柯小萱在這裡 可以向全國全球的護理同仁們 表示最高的歉意 我不是看不起你們的工作 我只是討厭王雅蕙 謝謝大家 不好意思 對,等一下不跟婉君的事 不跟婉君的事 對,但是... 我可能會替姐姐頂罪吧 因為你們看就知道 我就是一個 沒有在做什麼正經事的人 我就是董事長特助 就是我爸柯董的特助 對,我就是女生版的頑固子弟 我也不用工作 我就是開著跑車佩佩亮亮的 其實你們兩個滿登對的耶 因為他也是沒有什麼事情做 那完蛋 我們兩個結婚 我們家不是廢了嗎 不會有錢啊 他快把錢 我不知道能花多久啊 但我現在想說 如果我結床之後 我就幫他去頂罪 說測試我開人 是我撞的 他都已經當一個大律師了 然後我幫你辯護 我幫你辯護 就可以遵守無罪 對 好,好 對 今天妹妹非常地麻煩 其實我完全做得很強大的表現 是一件事的說 其實我本人是不怕被罵的啦 因為當觀眾沒有罵你的時候 就代表你沒有被討論的價值 真的 真的 我覺得這樣很好 都演出一種正能量了 就期待他們認真的罵你 對 你像說跟呼籲大家看直播的時候 歡迎你們認真的罵 歡迎你們大家愛罵我 來,我板上罵我 當然不要罵林哲熙 可以罵這個角色好不好 對… 因為其實劇本寫得他非常地可愛 所以我一直很… 我一直想小萍的心情 因為他是走很真誠 一直想要哄哄這個小萍開心 但是因為我愛的是他 所以我對他是那種 我一直想要付出 所以在他前面我是很拘謹 想要好像做最好的自己 但是你愛… 你也沒有很拘謹 你親我好幾次 都是你親我,你主動的 你又很拘謹嗎 是你先表白 你在喝醉的時候 一直叫喊要哄小萍 我現在講 喬音… 我是這樣子 真的,那雅婷跟小萍聽起來 有一點像 那玉潔跟宇潔呢 玉潔也滿像的 也好像 你看我的手 我也是因為拍戲這樣子弄受傷 弄受傷 對,其實我們每個演員都很努力 有… 對,但我常常跟我朋友講說 其實我們的戲 你不要把它想成是台語 其實我們就跟國際的Netflix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真的,因為劇情 非常有張力 也很精彩 是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支持 然後給我們演員多多鼓勵 謝謝 真的,真的 要繼續的認真的收開 來 你們怎麼站那麼遠啊 因為我覺得你的劇情都好辛苦 我跟邵角好像心驚鬆鬆 跟你真的都好苦情 不是哭就是… 我們現在是同一條線的 你跟我過來… 我們是同一條線的 我本人看到小萍這樣的角色的話 我沒有女朋友,我會接受 我會接受 因為我個人是滿喜歡 比較活潑 然後呢,古靈精怪的女生 就是… 大家相處跟生活起來 會比較有樂趣 就是我喜歡的人 如果那個人不喜歡我就不會 我會… 我不會跟男生… 我好像比較被動 我是一個在感情上很被動的人 所以其實小萍跟宇潔本人 是其實… 極相反的人 我覺得我個性反而偏向雅婷 很可能喔… 可能… 但是可能比亞婷還要… 摸嗦一點 透過這個她第一次告白耶 好像真的是演第一次告白 倒追友 就是戲裡面倒追友 但是第一次好像很浪漫的告白 所以其實… 而且還被打槍 對,在小萍的眼中還沒有被打槍 她只是拒絕還沒有跟我說原因 那小萍也… 不過我覺得這跟我們爸爸的交易有關吧 我們姐妹就是很相信自己付出的話 一定可以得到就是愛…愛…愛奇的回憶 就是如果我們的收視率可以到4以上的話 你就在春暖花開的季節給大家一個春風 還是我就扮櫻花樹然後這樣… 人體彩繪櫻花樹這樣 反正你剛好會過敏啊 起來身上都是櫻花呢 喔… 是不是很有道理 現在我在另一邊 現在有 我不講話 有,我只是想要一直幫我宣傳 我的那個什麼電話 然後請大家跟我交友 圈外人嗎? 圈外人 這個部分我想要保留 對,以後有機會再公訴大家 以前我高中的時候 隔壁班有一個女生 她還滿喜歡我的 然後她知道我喜歡 女生會下廚這件事情 因為她有去請我 就是請我同學幫忙打聽 所以她那時候就每天都做便當給我吃 對,然後 後來我就被她打鬥了啦 因為那時候高中 她一直說 我覺得妳長得很像陳曉冬 然後什麼什麼的 然後 後來就被她追成功了 結果 沒有想要過兩個月之後 她說不好意思 我看有另外一個學長更像陳曉冬 那是我超氣的喔 我就… 我就直接跑到那個學長 學長的教室說 叫人班陳曉冬出來 你要做便當給她吃 沒有,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